大家好,我叫石一博,辽阳人,那么我今年7月份呢,是从辽宁师范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作为一个应届生在这个舞台上,虽然我的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但是我有比较丰富的实习经验,主要是从事主持,还有日语翻译,还有日语教师相关的工作,那么今天在这儿呢,我希望求得一份助理类,总助类,或者是 培训类的工作,还请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少江老师,您好 欢迎石一博,石一博是学过波音主持吗 没有专业的学过,但是我比较热爱 热爱,就上来之后,这个无论是这个形体啊,然后包括肢体语言啊,包括各方面综合都让人看着很干练的样子 谢谢少江老师 今年的硕士应检 对,今年七月份刚刚毕业 辽宁师范大学 对 本科是哪呢 本科是云南师范大学,在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呢 也是日语 也是日语 对,旅游日语 旅游日语 在07年,也就是大三上学期的时候,拿到了国际一级N1的这个证书 N1是不是就有点像英语的专八这样 对对对 就是专业的最高级 对,专业的最高级 有过工作经验吗,一直在上学 对,一直在上学,但是没有间断过我的实习经验 兼职经验 比如说 比如说在云南的时候,首先跟自己专业相关的,我做了日语翻译和日语教师 然后在云南省歌舞剧院做兼职的舞台主持 然后到了大连之后呢,仍然是专业相关的这两项 然后也是在大连电视台实习了一年的时间 你今天要找的叫做总驻 或者是培训类的 那也要和日语相关了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和日语相关 如果能用得上日语,我把它作为我的优势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希望是在北京 上海 上海也可以,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方 其他的地方呢 不考虑了 其他地方不考虑 我现在真的要问一下各位 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平台上老有人找总驻 小燕,总驻是不是 总驻到底是一个中层职位还是一个基层职位 它至少应该是中层 因为你想能在老板身边,不可能是低层职位 是中层职位,金波你们那儿呢 一种是日常事务的助理 但也有可能是助理总裁 这个就是一个高层职位了 他们要深入到业务里面 可能老板不在的时候 可能甚至代替老板做一些简单的决定 所以他是一个,至少是一个中 或者是一个中偏高的职位 我想说一点 就是说他不是个职位职位 你看 你是不是把总经理助理和总经理秘书 可能混淆起来了 因为作为助理啊 他需要的技能还是蛮多的 他要基本具备了 就是能帮助总裁处理一些问题的能力 那如果看着你的履历 因为大学毕业了 我在想是不是你可能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首先我觉得就是总经理秘书的话 我的考虑是应该本科学历是够的 我是这样考虑的 然后助理我知道 我肯定一开始不可能成为助理 我需要给自己至少试用期三个月这个时间 然后我想历练一下自己 了解一下公司全面的这个情况 然后如果说老板觉得我适合做的话 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期待的岗位 刚刚说那个 就可以做助理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呀老师 就是我是觉得 我上网查过一些助理相关的一些条件 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吻合 如果说我往这方面努力的话 我可以靠得上 你指吻合的话 你是指你的形象吻合 还是指能力吻合 能力吧 偏能力一点 你能说说你自己的优缺点吗 就是特别坦诚的 说说你自己的优缺点 我觉得我的沟通能力还可以 语言表达能力还可以 缺点 缺点的话 一个是经验不足 再有一个我觉得 可能承受能力还需要加强 就是内心的承受能力 因为当老板助理 有可能老板脾气挺大 他们发火 因为承受力很差的话 就会是个问题 我考一个简单的一个场景吧 我约了少刚 还有菲尼木所节目组的人 在公司见面 约的是上午九点 这个时候我可能忘了 我九点的人可能还没起床 因为少刚还有菲尼木所 都到了我办公室了 这时候你去把他引到我办公室 你打我电话 可能也没打通 我还睡着了 你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那我首先呢 我会倒上茶水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饮料 然后让少刚老师 先把他引到一个办公室里 姚静波几点来 姚总呢 他昨天晚上陪客人喝酒 然后陪到挺晚的才回去 我在这儿待着 他喝挂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他昨天晚上这个客户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客户 所以他喝挂了 你这种情况 你会被我痛骂一顿 你说我喝酒了 你会被他痛骂一顿的原因 是你暴露了他的隐私 再换 你不能让我知道 他喝挂了 姚静波呢 我们约的不是九点吗 姚总正在过来的路上 那边堵车 非常交通 非常紧急 他是坐空间站对接的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他半个小时之内肯定能到 所以如果半个小时不到呢 要真的半个小时不到的话 我把那个司机也开了 哎呀 我就点评一下吧 好吧 第一啊 你告诉他说 脑油电话 打电话会过来 这分量很大 如果真打不通的话 分量特别大 等于说你把量在这 显得他没有诚信 第二你说开司机 这也夸张点 这也不对 其实这种情况下 给个建议 一个说 我是立刻派人去叫醒他 他可能昨晚上 加班太晚了 已经有了人去接他 一伯 如果你是我 我可能更希望 你直接告诉他说 真的很抱歉 曾总的电话 我没打通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但是然后带他去参观 然后跟他去讲一些事情 好 不点评了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大家做出来判断 一博其实没有工作经验 学了七年的日语 日语现在已经到了 专业的最高级 但是今天他要找的工作 恰恰没有提到 自己的日语长相 去或者留 选择 我不得不说一句话 长得好看是优势 但是 仅仅有长得好看是不够的 天生我有财 谢谢 并且能够看他完成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在学校里有过 本科组织过一次合唱 就是学生文艺活动 来 直接 这个你是要做企业培训师 还是做职业培训师 你这一块 我觉得比较偏向于 企业培训师这一块吧 职业培训师这一块呢 职业的我也考虑 只不过我的理解里边 职业的好像要比企业的 稍微难度高一点 是 要高很多 因为一博他虽然是研究胜毕 但是没有工作经验 相当于来裸聘的 就是说没有职场的完全的经历 他分辨不了职场的岗位 所以我想换一个 比如说你既然你想做总助 可能你是从人来看企业 或者你想通过一个人 来接触这个职场 那你选人你会怎么选 首先比如说我给你几个选择 和偏行政简单一些的岗位 你怎么选择 首先这个男老板女老板我不做选择 和温和的和严肃的话 我个人偏向于温和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 专业性强的 我选择这一个 你要选专业性强的 你就基于一个判断 就是你一定要选准行业 否则你把专业性搞这么强 最后你换行了有什么用呢 所以你到底是 你现在想过什么行业吗 对啊 你到底是要体验这个职场 什么行业都没想过 没想过 你今天来参加节目之前 你了解过 我了解过 你做过功课吗 每一家企业我都了解过 你都了解过 对 以你提前做的功课 对每一家企业的了解 你可能更倾向于 你给我说仨 三个 爱乐活 巨美优品 还有 我可以说四个吗 可以 58同城 伊利诺伊 你比方说 爱乐活 你看着它什么了呢 首先我来判断一个企业的话 我自己喜不喜欢这个 这个行业 现在是次要的 我首先是看它的发展空间 然后我觉得爱乐活 它是一个 还算比较新 然后是做网络媒体 我觉得它的发展空间挺大的 我是这样考虑 你喜欢巨美优品的原因 也是差不多 这就是我的考虑 你喜欢58同城的原因是 差不多 就因为它们都是互联网企业 那怎么又突然出来了 伊利诺伊呢 因为我比较喜欢小燕姐 但是小燕姐明显不属于老板里面温和型啊 所以说刚才是温和和严肃必须要选 那谁不愿意选温和的呢 好 最后再综合着来说 为什么今天我应该得到一个职位 来 首先我从我的专业讲起吧 我这个学了七年的日语 学了日语 我刚才说给我最大的 收获最大的反而不是日语 而是我通过日语了解到它们的文化 了解到它们很好的东西 对人会把别人先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这些东西我学到了在我身上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 一个日语专业应届毕业生的一个能力 我具备的一个能力 还有就是我愿意从头开始去积累去学习 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动力的话 我应该能拿到一个职位 杜老师 不光是给他 也给其他类似学语言背景的选手一个提示 就现在语言本身不再是 你真正的一个工作的能力 只是你工作能力的一个特色而已 对 所以你在你真正的选择的时候 大家不要把语言放得那么重 当然跟老板的远近 也是也并不是代表什么东西 重要的是还是你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 和你具备的其他的特质 以及行业 行业 这可能才是比较重要 好 来 唐老师 我想帮她做两个补充 那这个姑娘在上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她其实有口误的 但是当她出现口误的时候 并没有她是她的语音语速 还有她的身体姿态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上面这个女孩子的自控能力非常好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棒的 好的 十二位 现在到了大家做出 我有一个简单的 那个不知道该不该提 我怎么感觉你有一股淡淡的忧伤 是为什么 就是有几次讲到的时候 你都快哭了 讲到那个 这个你都看得出来 这是不是一下勾起了你内心 想要保护她的冲动 其实姚总 我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这么说了 姚总 你太运了 姚锦波 你是一个理科生 所以你可能学成语学的不好 这样的外形叫做 我见游怜 这是姚总自尽为止最失败的一次题 那孝高能了解她薪酬需求吗 六千五 十二位 现在到了选择的时候了 小史 是须是流 选择 曾浩离开 曾花离开 岳明离开 注意她的工作地点是北京或者上海 该离开的要离开 李淑斌离开 有人偏不离开 来 听一下职位 吴巴 这个我给你的职位是特别适合你的 因为这个岗位要用到日语 我们和日本最大的一个媒体集团 瑞可利 我们合制了一个公司叫陶房网 职位就是这个项目 这个他们总经理的助理 总经理的助理 是陶房网这个项目的总经理的助理 所以说不会丢掉你日语的专业 也是一个助理需要协调的工作 好 来自五八同城 艾乐火 我觉得你做总助确实缺乏经验的 但是我觉得你的综合组织挺好的 所以我会给你一个管培生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好的 管理培训生 对 去在你的白纸上找到自己未来真正的工作方向 谢谢蔡总 好的 杰莉亚 就是我们集团下属公司的总经理的助理 来 职名有品 我给你提问的管位是我们总裁办的管理培训生 在过程中你可以找自己定位 相信你能在职名有品找到自己的空间 好的 来 让我们听一下福腾集团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有两个 第一个是主持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全球太阳能应用产品大赛 在日本站我们肯定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气质又好 又能讲日语 又能讲主题 出国的机会 他会有出国 工作地点在国内的时候是在北京 对 然后出国的时候是日本 还有去日本工作的机会 好的 来 伊利诺依 总裁办 就是伊利诺依总裁办的管培训生 那就是在我身边 来 听一下宾治网 宾治网给你的职位 也一个是商务 发展这个中严 华语传媒 我希望把你打造成一个培训师 然后你现在这个水平大概也是叫培训师助教的概念 大概要做两年助教 然后再可能成为职业培训师 现在到了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八位留下来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六盏灯灭掉 这个选择就很难判断了 再见 再见 子健 谢谢你 再见 伊路 谢谢你 谢谢你 再见 晓燕 抱歉 再见 华语南 非常感情 再见 再见 金波 蔡虎留下来了吗 哦 没有 谢谢 再见 蔡虎 谢谢 最后留下来的两位 具美优品提供的职位管陪生 福登集团提供的职位是日本项目的专员 或者是项目比赛的主持人的岗位 谈钱不上感情 来吧 问一下 刘总 刘总 这边薪资待遇大概是多少 如果是做日本站的主持人 你会有月薪 七千五 如果是做市场专员 这样的话市场专员会比较辛苦一点 会有八千 陈总这边 管陪生日六年起步 对 好 在日本东西还是挺贵的 你想想 但是呢 就是说 因为是经过日本去工作 肯定会有日本的补贴和日本的津贴 我们也是一样的 嗯 了解了 我主要是不想通过打价这个方式 伤害我们公司肖管陪生日星 嗯 因为他们是我觉得最优秀的群人 所以 我的薪资水平是多少 就是多少 是六千 就是六千 因为他们很优秀 我尊重他们 也尊重你 你所体现的气质已经非常好了 你现在最需要的什么 是需要一个有力的一个行业 能需要一个长久发展的一个行业 那么太阳能 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 可能你要真慎重的考虑 我相信这会给你带来一个很阳光的未来 好 那我也说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 能源一可烧煤 用天然气 但没有女人不爱美丽 好好好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巨美优品 还是福能集团 还是选择说谢谢 再见 少刚老师 我能 我真的想不出来 我能台下沟通吗 必须要做出这个选择 咱们不能把所有的好路占了 嗯 对吧 对 选择这个平台 刚才那么多家灯都留下来 并且说实话 各位给的港 都是针对你的情况专门设定的 对 你必须选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巨美优品 还是福能集团 还是选择说谢谢 再见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巨美优品 还是福能集团 还是选择说谢谢 再见 我选择巨美优品 嗯 五三 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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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